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原中共铁刀部部长刘志军因为受贿及滥用职权 7月8号被判死缓 他的个人财产全部没收 判决结果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很多人认为这个判决有失公正 是在玩弄法律 忽悠民众 有人质疑说 这起案件性质恶劣 贪污的数额巨大 损失已经无法挽回 即使有主动交代等情节 也不可作为减缓刑事处罚的条件 必须要延长 这点道理都不懂 是不是收黑钱了 也有人分析说 如果让刘志军死 他会鱼死网破 到时候不定牵扯出哪头大驴来 他能活下来的资本就是那个不能说的秘密 还有人讥讽说 中共当局老虎苍蝇是一起打 只是苍蝇打死 老虎放生 甚至还有人嘲讽 刘志军案的判决 对中共贪官是个特大喜讯 他们终于可以安心的睡安稳觉了 只要不超过6000万 那么就放手的摊吧 美国纽约时报的前签约摄影记者杜斌 被中共警方关押近40天之后 7月8号终于是走出了看守所 那么杜斌的妹妹杜季荣 8号晚间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个消息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也在推特上说 当晚10点多 杜斌由国保人员押送 出现在自家楼下 胡佳同时还评论说 中共抓捕杜斌引起的反响 让中共当局感到得不偿失了 杜斌因为拍摄揭露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黑幕的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 还有编著记录1989年 六四真相的天安门屠杀语书 而触怒了中共当局 今年的5月31号 杜斌被北京国保人员从住处秘密抓捕 他家中的书籍还有电脑也遭到扣押 那么有关中国大陆的奶粉安全问题 一直是广受关注 7月8号香港媒体就再次爆出 中国大陆三个著名品牌的奶粉 被发现含有足可以导致心脏毛病的反噬脂肪 这个结论是香港的南华早报 委托一家化验所对多款奶粉进行测试后得出的 南华早报将结果刊登在8号出版的报纸上 报道引述测试结果指出 在三款奶粉中发现每100公克的奶粉分别含有0.4和0.6公克的反噬脂肪 这三款奶粉分别是被英美冠军婴儿俱乐部 圣元优伯婴幼儿配方奶粉 以及伊利金庄婴儿配方奶粉 而同时接受测试的另外两家国际知名品牌的奶粉 并没有含任何的反噬脂肪 据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的儿科教授韩锦伦表示 如果婴儿摄取了太多的反噬脂肪可能对脑部还有视力的发育产生影响 那么长期过量摄取足可以导致心脏和血液循环的毛病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